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将于2021年1月1号起实施 林郑部对婚姻登记程序进行调整其中 离婚冷静期设定为30天 冷静期真的来了 假如我们介入一场冷静期 将那些选择要分别的人 真实的心路历程放到众人面前 我什么都不想说了 总之这个婚我是离定的 他们能不能冷静下来 认真讨论爱情中的离别 第一次我们把镜头对准 那些不那么美好的爱情 第一次我们把关注投降 那些充满疏远与疲惫 但还在这边 可你又是怎么回到我的 你爱个屁 你他妈爱救你的自私 你做事有底线 我对你很失望 这凭什么挂我电话 这有什么资格挂我电话 如果我们能坐下来 好好面对彼此 是不是能拥有一次 仇审真爱的机会 如果我们终将 面对婚姻的破碎 我们敢不敢 在最终的离别之前 做最后一次 慢慢的尝试 再见 爱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So please come and go 哎 哈喽哈喽 佳哥好 好久没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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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们这三对 有情感问题的夫妻 他们要相处18天 旅行的最后这个时刻 还要做一个决定 到底是在一起 还是分开 18天之后见真章 什么样的人有这个胆量 他可以来接受这个节目 那真的是 真的太厉害了 是 好 那我们首先来认识一下 这三对夫妻 好不好 来 六位主员工 一次来跟您 您刚刚收听到的就是青年大提琴演奏家曲和为大家现场演奏的浪漫曲 我们今天的五点寻踪节目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 感谢您的收听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四个月 是我喜欢上的 是我喜欢上的 我到现在还能回想起太恋爱时的情形 一切都是那么美好 可是结婚之后 我所能想到的 只有失忆 失望 和失落 我和他结婚三年 他就一直在国外待了三年 不好意思 我真的太忙了 但我相信 而且他这个人吧 还特别要强 别人说什么意见他都听不进去 也从来不会去在乎别人的感受 可我不觉得为了失业 就可以牺牲家庭 我觉得我像陷进了一个血纹窝 越险越深 越险越深 我们现在能想到的 只有离婚 也许只有这样 才是我们最好的解决的方式 我真是我真会了解他 总有一天 但你把真正爱你的人弄丢了 你才会意识到 你已经失去了全世界 我们俩现在就像一根 拉伸过度的糖 就算勉强再捏到一起 也没有了心意和弹性 感情这个东西 不是说一时的脸红心跳和热情 它还包含了很多东西 都变了 是时候该放手 咱们第一次见面 你真的是下小路过吗 你还记得 我们第一次在天台上喝酒的情绪吗 那时候我真的没想到 我们会成为夫妻 以后会关门 他们是已经离婚了 然后当初是闪婚的 然后他们刚才说的时候 完全两个人是平行宇宙 因为我注意有个细节 就是说他们闪婚了以后 好像他们发现不合适 就各自生活在各自的世界 空间里面 我觉得婚姻里面我最害怕 就两个人那么紧密地一起 却感到孤独 他们其实没有共同的世界 因为我们还只看到他们的 刚刚的出场 我就在想后面真的 我都能想象他们后面 是如何互相伤害的 不忍看不忍直视 朋友也好恋人也好 我们在一起已经快十年了 我已经不在这十年前的我 你也早已不在这十年前的 时光改变了我们周围的一切 曾经的人和事早已面目全非 我们两个 就到此为止吧 我们说好 不如呢 我们约法三章 在一起不谈回来 不谈 以后 公是公 私是私 约会的时候呢 禁止谈公事 在商场上 也不许互相留情 生意是生意 交情为交情 我希望你能分清楚 他看来做起来真的是 老天爷跟我看了一个 天大的玩笑 我曾经最信任 情人成为了我的女生 恋人关系一般都不会成 你觉得哪种关系 可以维持得更长久一点 如果我们还继续在一起 今后事业上的每一次交手 都会变成心上的一道疤 日积月累 这些伤疤层层跌跌 心会变得麻木 爱情全部变成怨恨 与其等到那种境地再分开 不如趁现在 大家还能有个美好的回忆 为了让你相信 我心里还是友谊 而且你在我心里的位置 还非常的重要 为了让你相信 我并不如你想想的那么自私自立 不情 我怕天不遂人 把我们多多转转这么多年 最终还是走散了 其实他们很相爱 然后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 那么什么时候我们的婚姻 要做结构性的调整 就是你碰到我底线了 这一队是很明显的 遇到底线问题 所以两个底线碰在一起 这个时候 就把所有前面的矛盾 都激化出来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开始考虑 我要不要再跟你过下去 就爱的程度不一样吧 那我们看下一队 院长 麻烦你签个字 你是不是还生我气呢 我们不是已经说好了 已经分手了吗 时间过得真快 一转眼半年就过去了 什么 离婚 你疯了吧你 以前用什么理由离婚 感情破裂 都是十三年前的事情 那时候你还是一个 竹笼一群就外哭鼻子的 小住院医生 前面找个地儿把我放下吧 我家住得比较远 我自己开热门去 我最怀念的就是 大学到博士期间 学生时代的生活 有趣的恋爱 有趣的社交 现在呢 生活贪心 大家都一本正经 循环党俱 我觉得咱俩在一起 太没意思 我跟他这么 去意迎合别人 我心里是有点不舒服 I go so low Oh I go so low I make my way 与其免相维持 所有的家 还不如分开 对谁都好 那我把你家的钥匙也还给你 从你以后 我也不再来打扰你了 饭给你做好了 再锅里了 其实我也很矛盾 赵医生 这些年你跟着我 的确是让你受委屈了 爱情有东西啊 就像邪 合不合脚 你自己知道 感觉人的一生 都是在世界和自己当中 寻求一个偏好 不能伤害别人 也不能太委屈自己 这个度很难把握 我也是现在才意识到 理智是不能够万全控制的 这也许就是传说中的饭店了 如果你来的话 我们两个一起 二十分钟就够了 骨折的地方已经结好了 手上的地方 也做得相应的出来 你在我身边 我干什么心里都踏实 哪怕我加班 就算你在身边睡着了 我心里也是舒服 之前我们对彼此了解不够 只能凭感觉发展 在我心里 好的关系 应该是让自己更自在 而不是在对方面前 伪装成另外的人 咱俩结婚这么多年 我从可都不了解你 而且你应该知道 这么多年我所说的 这一切 我就会让你感到光了我脚 也是蛮惨的 而且这个男生 有一个感觉 让我觉得很痛 就是我感觉这个男生 好像不太愿意 想要离婚 一般来讲 在离的时候那么痛 往往前面一定是很相爱的 爱的背面不是恨 也不是说我还怨你 而是说我对你感觉 他们其实还是有的 所以我觉得 一定是前面 是有过很相爱的时间的 好 那我们来继续看他们的 现在或曾经的福气 好心酸啊 走这个